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到很多波士顿是怎么样成为美国最开始的那一片大陆生活起来发展起来的地方 然后来了之后的话确实这个城市它又可以现代又可以古老 我其实刚进学校的时候专业是人类学 所以说我大一上和大一下上了很多人类学的课 但是上了上上我觉得就是人类学它研究的东西会比较深层 它就是探究人的行为的本质 但是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对这个方面可能没有那么感兴趣了 然后我就去上了一节intro to psychology和一节intro to child development 然后这两个专业都还挺吸引我的 我是大一就上了intro to child development的intro 但是一直都没有决定要学这个 是我当时特别想学教育 教育学它在我们学校会更理论支持一点 但是我希望能够有一些真的去跟小朋友去interact的这个交流的机会 它不像是只学教育的theory 它会学比如说像我是做儿童媒体 然后做儿童图书 这方面都有学到 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全面比较深入的一个专业 所以说后来就决定这两个专业 大刹重点我们知道是没有商学院的 所以说想学商的就是这边没有那么那么合适 就是有经济但是没有商 所以说我想学marketing 想学marketing我们学校机会挺少 要不然你就去学film and media studies 那个是有一节marketing课的 然后或者说就是上我的这个叫做entrepreneur marketing 就是学创业然后学marketing 因为学校小而且学这些专业的人 真的其实也不是特别多 所以说教授就特别的approachable 就是你就去找他让你跟他聊reading 聊你生活中的发现 聊你想做的research 你就跟他发个邮件约个时间 他基本上就完全ok 然后尤其是像我学child development 这个专业是一个中国人都没有 我是唯一一个 从大一到大四 我只认识一个毕业了两年的学姐 是学这个专业的 但是我也没有我也没有觉得就是很不舒服 因为你就很有机会去认识到 不是中国人的小伙伴 而且其实他这些课的重合率很高 你可能也是在跟同一批人一起上课 然后你们就是也能成为很好的朋友 而且在那个department里面 基本上我就坐那坐一下 我就是不过的每个人我都认识 我觉得这种氛围特别好 就是我参加了一个research lab 叫做children television project 因为我的研究方向是 儿童与媒体之间的关系 就是媒体是怎么影响儿童的 儿童是怎么去看待这些媒体 对他们的影响的 所以这个project呢 其实就是我们去看各种各样的动画片 然后呢看完动画片以后 我们去把动画片里面的人物 他的外貌特征 然后他的性别 他的种族 还有他的personality 他的性格 全都给code下来 然后呢还要把他就是讲话的方式 他的dialet给code下来 然后我们后面会做每一个动画片的分析 还会把这些动画片去给小朋友去看 看这个小朋友是怎么想这些人物的 对 这个project的初始 他是我们的教授看了狮子王 然后狮子王里面像Simba这些角色 他们都是讲的就是native american accent 但是像一些反派角色 比如说那个Simba的舅舅还是叔叔 那个黑狮子 讲的就是african american accent 然后就发现了这个 觉得很奇怪 然后看了很多新 其他的动画片 发现都是一样的 就一些坏人角色 他的口音都是 不是就是standard的accent 所以就才出示了这个project 大概也进行了快有15年了 我其实觉得我做research的目的是为了之后的application 因为我之后很想做中文应该叫做媒介认知教育 英文叫做media literacy education 就是教小朋友怎么样去认知媒体 然后怎么样去批判性的评价媒体中 给他们展现出来的信息 所以说我觉得我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 不管是这个ctv project 还是我自己马上要做的senior thesis 其实都是在给我之后想要设计这个课程 在奠定一个基础 就是你会感觉就是学习氛围还挺浓重的 而且像你作为这个学校学生 你其实可以很方便去这些学校 像我去参加三年这个哈佛中国教育论坛 因为自己对教育特别感兴趣 所以说也跟哈佛的学长学姐有一些联系 我就每一年都会过去帮他们做媒体宣传 然后今年也比较有幸成为了一名嘉宾 然后上台讲了一下自己的一些这个咨询 学心理咨询 包括去做心理咨询的一些故事和经历 我觉得这边提及一个概念叫做终身学习者 不论是我们学校老师 哈佛的老师 还有去听讲座的很多人都会提到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把自己永远都当成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 然后你身边的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 你去这个世界里面 你可以去学习知识 你也可以去玩 你也可以去跟别人去交流合作 然后甚至竞争 所有的这些东西其实你都是在不停地学习 再加上我们不说别人的行为影响你 别人的思想影响你 我觉得现在再回到媒体 其实我觉得媒体其实也是在影响我们 然后你可以去上网上一些木课课程 然后你也可以去自己从一些自媒体频道 不管是公众号也好 B站YouTube 或者说就是视频频道 还有些这些线上的一些教育平台 或者你就是你感兴趣领域的平台 其实你都在无时无刻学到东西 但重要的是你怎么样去把这些东西给记录下来 去归为己有 而不是让它以一个碎片化的形式呈现在你面前 多去上上info level的课 可能会上下来会觉得就是knowledge overwhelm 就是写太多东西了 然后背不下来 但是我觉得就是它会给你一个很大的思考 看看这个学课里面有没有你感兴趣的某一个分支 再包括如果说高中的时候的话 我会建议去找一些平台去跟学你好像感兴趣专业的 这个学长学姐去聊一聊 然后去多听一些专业方向的讲座 因为发现自我这个东西毕竟这个话题真的很大 而且我也不确定我现在找到自己是不是 我之后一定会做的事情 但是就慢慢一点我先确定说我想要去学教育 然后当初还要想要学marketing 然后想要学媒体 这是我当初的几个关键词 然后还对文化感兴趣 这几个 然后到学校以后就慢慢学各种专业知识 然后呢你就会慢慢排除一些 你之前觉得你很笃定 你一定会学的东西 我觉得学校它特别需要有那种社会责任感的人 它很包括我们学校的Tish College 然后还有这个Fletcher 它其实都是想要传达出去是一种很积极的那种社会公益心 还有就是我是真的在为整个社会的进步在做贡献的这种感觉 学校在考虑学生申请的时候会很看重这个community service 然后也会更喜欢一些能够从这些社会经历或者社会活动中 发现一些跟别人不一样的视角 因为学校它整体很小啊 而且就是整个环境也很文艺 有点文青的特质会比较适合这边 没有那么浮躁 不是像布什那城里面的学校 TUFT是一个很适合学习 很有人文氛围 然后很多元的一个社区 然后我觉得波士顿也是一个同样多元 同样包容 然后可以有历史感 可以摩登 这词好土啊 我的妈呀 然后也可以很现代的一个地方 想要找到好吃的 完全都有 只要好玩的也完全都有 然后想要读书 想要学习 也完全都可以 就是你想做任何事情 这个地方都可以找到 虽然它城市很小 虽然说它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占地面积也不是很大 相比于周边的纽约来说 但是它真的会给你带来一段非常 沉静的 有意思的体验 本节目由续航教育 友情赞助播出 点击续航教育官网 了解更多留学资讯 谢谢大家